今天我的演讲主题是健康饮食来预防胃癌 要先声明 这些建议是为了预防胃癌 所以是不适合现已患有胃癌 或者在进行一些治疗的胃癌病患 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内容大纲 我会讲一些有关于胃癌的饮食因素 也会讲一些预防癌症的饮食建议 常见的问题和做个总结 预防胃癌的指导方针来自于美国癌症研究所 和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 今年2016年早前才更新的 提高胃癌的饮食因素有 酒精、盐、咸及腌制食品 腌制肉食品 过量体积、脂肪累积 烤肉食品和摄取不够水果 会降低胃癌的饮食因素有 摄取多一点柑橘类的水果 那些有粗体的质体 就是这一些前世 可能是前世名这样子的 都是有较强大的科学验证 建议一 限制酒精的摄取 有较强的科学验证显示 每日摄取超过45克的酒精 也相等于4.5标准酒精单位 可提高胃癌的风险 一个标准酒精的单位 是等于10克酒精 这也相等于一罐330毫升的啤酒 也相等于175毫升的红酒 也是35毫升的烈酒 酒精的百分点越高 分量越少 新加坡保健局推荐 女性每日只限制一份 标准酒精单位 而男性可限制两份 标准酒精单位 但这如有需要 所以较强的科学验证 超过45克的酒精 是以超标新加坡保健局的 建议分量 建议二 少吃含有高盐分的食品 那就是我们俗称的盐 虽然是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 但许多人都摄取超过 我们一般需要的分量 科学验证显示 盐分可以增强 幽门螺旋菌的 幽门螺杆菌在胃中的滋长 这一个菌是会提高 患病癌的风险 新加坡保健局也推荐 新加坡保健局也推荐 每日摄取少过5克的盐 可是平均的新加坡成人 平均摄取的是多出来的一倍 盐分的来源有这些 可是高盐分的食品来自于添加在烹调的时候 这是我们俗称的高盐分调味料 例如盐、味精、酱油、酱青等 多一组食物是含有高盐分的 是加工食品 这些就是我们俗称的 还有那些罐头的食品 那如何减少盐分的摄取呢? 第一就是选择较低或是减少盐分的食品 那当然新鲜的食材最佳 仔细阅读食品的标签 避免购买那些含有钠、盐或苏打的食品 因为这些都是含钠或盐分的食品 在加烹饪的时候 少用盐或味精来调味 或者刚才我提的一些高盐分的调味料 要记得先肠胃才调味 多选用天然的食材 例如姜、葱、蒜和天然的香料 来调味 当然在新加坡人的美餐 出外吃是很难避免的 在外用餐的时候 要记得要求少一点酱汁 和如果选择喝汤面的时候 记得不要把那个汤汁喝完 建议三 限制腌制肉食品 这些例如香肠、火腿、熏肉、腌制肉饼或肉丸 因为这些食品 腌制肉的食品 通常都用过多的盐分 与亚硝酸盐或硝酸盐 这些都是在腌制肉的过程中 添加的附加剂 这是可以提高胃癌的风险 建议四 确保体重保持在健康的范围内 较强的科学验证显示 有过多的脂肪累积 是会提高胃癌的风险 良好的健康习惯 健康饮食习惯和多种运动 都是体重管理的基础 我们是用身体质量指数 就是俗称的BMI 来衡量你是否在健康的体重范围内 如果一个人的身体质量指数 在于18.5和24.9之间 是属于在健康体重范围内 这个是我的健康餐盘 是由新加坡保健局创造的视觉画像 来指导大家如何摄取健康与均衡的饮食 这会有助于保持体重在健康的范围内 也可以避免慢性疾病 可以先看右边 就是将一半的盘 盛上水果和非淀粉类的蔬菜 四分之一的盘 盛上全麦谷类的食物 剩下的四分之一的盘 装上肉类以及其他的替代品 多喝开水 避免从含糖饮料 摄取不必要的卡路里 和选用较健康的石油 那些非饱和脂肪的石油 可是用量的石油烹饪 食物还是需要少用 除了刚才提到的健康和健康的饮食 多种运动是健康生活习惯的之一 所以新加坡保健局建议每人 每个成人每周做150分钟的运动 建议五 限制烧烤肉食品 肉食以高温度喷煮 可能会导致致癌化合物的产生 可是摄取过多的烧烤肉食 可导致胃癌的风险的科学验证是较弱的 建议六 增加水果的摄取 尤其是柑橘类的水果 柑橘类的水果是我们知道的 柑橘柠柠檬和黄梨之类的 比较酸性的水果 临床验证显示 每日摄取两份水果 是有助于降低胃癌的风险 因为水果含有维他命C 和其他矿氧化剂 但现在还无法确定哪个成分 是具有保护作用 也有可能是综合因素 因为水果也是带纤维的食品 可是摄取不够水果 可导致胃癌的科学验证是较弱的 也相同的 现在科学验证显示 提高柑橘类的水果 可以降低胃癌的风险 还是较弱的 那蔬菜呢 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在任何建议 提到有蔬菜 会降低胃癌的风险 可是刚才在健康餐盘内 也是有提到 就是一个健康与均衡的饮食 要有摄取足够的蔬菜 也是和跟水果摄取的足够是一样的 新加坡保健局建议 一天 每天吃两份水果和两份蔬菜 那一份不是我们 只是一个根的那个小白菜而已 如果我们是说一份来讲 以一个杯子来看 是四分之三杯煮熟的 或者如果你是吃生菜的人 是差不多一杯半的生蔬菜 这是一份 一天建议两份 水果方面 我们建议一天两份 一份是差不多一个拳头大 所以是如果是苹果 梨或橙 或者差不多一个拳头大的葡萄 这些都是算一份 或者是一片西瓜 木瓜或黄梨 这也是算一份 现在我会 商考一些常见的问题 也是许多人会问 如果选吃有机蔬菜跟水果 会更有益预防胃癌吗 先解释一下 有机食品是什么来的 有机食品是没有采用化学药 来种植的蔬菜与水果 它们的价格比较贵 也比较难找 现在它也缺乏科学验证 来证明有机食品 对预防癌症是比较有效的 也是很多科学研究 发现有机的蔬菜水果 和非有机的蔬菜水果的 营养成分是没有区分的 所以 其实有机食品 和非有机食品 是没有差异的 所以 现在我们也是 有些人会问我 我是否应该长期吃素 就不吃肉了 因为素食含有的 丰富植物 营养素 是相信对降低胃癌风险 是有帮助的 可是 如果没有妥善的计划 你的素食 或者膳食 素食也可能会 含有高糖分和高脂肪 这会导致肥胖问题 我们也不建议 停止食用肉类的食物 是因为有些矿物质 例如 鲜 铁 和维他命B12 都是比较容易 从肉食类摄取的 所以 没有计划好的素食 也有可能会导致 营养不均衡 所以其实健康跟均衡的饮食 不只是摄取充足的食物 全卖股类食物 水果和蔬菜 也是含有足够的肉类 以及其他的替代品 抗氧化剂 所以有些人也是问 是不是应该多摄取 抗氧化剂的普通品 才来可以预防 更好的预防胃癌 先解释一下 抗氧化剂是个 具有保护潜力的成分 在人类的细胞中 氧化是一个 无法避免的过程 过程中可能造成自由基 造成一些连锁反应 导致细胞损坏 也是俗称的 肿瘤和癌症的产生 抗氧化剂是可以 去除自由基 中止连锁反应 所以许多人相信 如果服用抗氧化剂的 补充品 能够预防胃癌 可是 现在没有较强的 科学验证来显示 服用抗氧化剂的 补充品 是可以降低 胃癌的风险 所以如果我做个总结 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要保持良好的 饮食习惯 例如 多吃蔬菜 水果 少盐或腌制的食品 和少喝酒精 良好的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要配搭运动 有助于保持体重 在健康的范围内 这才能降低 胃癌的风险 谢谢